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HBase有关Rocket的设计 同时我们讲到说的API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HBase的过滤器 这是我们的课程目录 那第一个呢,过滤器的介绍 第二个,过滤器的使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过滤器 那么你发明任何一个东西总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不可能说我这个兴趣 我来过滤器吧 那么为什么它需要过滤器呢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HBase呢 主要依赖Rocket查询 那不可能把所有的需要查询条件 都放在Rocket上面 那这种可能是行不通的 但是呢,我又需要对某些列进行查询 比如说我的Val 比如说我们SQL里面的Val 我不可能Val后面就是一个组件嘛 那我可能比方说Val后面一个什么姓名啊 弟子啊,这样一个字段 那么这样的字段在HBase里面它怎么去查询呢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过滤器 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具体到一个存储单元格上 它能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存储单元格 那这就是HBase过滤器的一个使用场景 我可以根据这个列来查询相关内容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过滤器呢 大家都应该有个总体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一些特殊的查询 比如说基于列的查询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使用过滤器了 第二个过滤器在哪里执行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来画个图 为什么 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HBase这个服务端 那这是我们的客户端 收入端 这是我们的客户端 它在哪执行呢 比如说我这时候就查询一个 查询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查询所有的这个列中 包含NAME这么一个 符合条件的记录 那我们如果说你不是使用过滤器 那怎么做法呢 对吧 那第一步我是不是去发起一个查询 请求到server端 对吧 server端会把这个说的请求 是不是 server端会把这个说的请求 符合条件的请求 是不是传给我的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是不是判断一下 这个如果可以是里面 这一行里面有没有这个 列是A字了 有我留下来 没有我过滤掉 那如果说你不是使用过滤器 那么是不是这样去查询了 对吧 但是你想想看 这么多数据推下来过后 这个网络带宽是否占用掉了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还有一个 多货人计收入 这有这有人计收入 对吧 那么多货人计收入呢 数据都过了 数据都过了 这个时候想看 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客户端的时候呢 那这样的话 首先第一个传说数据太多了 效率不高 第二个呢 客户的压力非常大 那能不能说我要把这个过滤动作放在这边行 那如果他只是传符合条件的数据过来就可以了 不符合条件的我们就不要他传过来 这就是过滤器 执行的位置 在server端 把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过滤过后 传给客户端 这就是过滤器 它的一些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般的是过滤器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要去使用啊 比如说某某条件 相等啊 你就使用equal 你也说大有的是great 这是一些常用的参数啊 这个参数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一定要记得 过滤器的参数 那么到后面呢 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过程中呢 也会逐个参数的去介绍啊 去使用 那么我们重点去说一下 这四种比较器 为什么有比较器 你想想看 我说要去查一个姓名等于 有个列等于内蒙这个列 那么我这个列是不是等于内蒙 我们是不是要去比较一下 这就是比较器的作用 那么重点来说有四类啊 第一个列 它匹配字节的 完整字节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bias的compare2这方法 就两个字节是否相等 那么还有一个呢 匹配字节 数据前缀 他和这个呢 几乎差不多 但是呢 他是从左边开始比较 从左边开始比较 那还有一个呢 第三个呢 正值表达式的一个匹配 这个呢 我们用力很多 如果你会写正值表达式 你就可以设置这样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们的字符串比较 相当于什么 containers 包含关系 包含关系 那这是整个一个过滤器的一个简介 那我们介绍过滤器简介的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记得三点 第一点 这过滤器是哪可正哪执行 那我们要明白 他在辅端执行 对吧 第二点 这过滤器有哪些参数 过滤器的参数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大于小于等于 这参数 不是我们阿拉伯数字里面 大于小于等于了 这个是由他特定的参数来对应 最后一个 我们的比较器 也是一个在你使用过滤器当中 非常之核心的一个内容 你到底要匹配相等还是大于 还是匹配这个包含关系 还是匹配前缀关系 你都去使用比较器 都是比较器 好 那么呢 我们这一节可简单呢 介绍到这里 后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几款过滤器的具体使用方式和场景是什么 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 如何去使用过滤器 现在这节课呢 我们只是一些基础一些概念 如果说你不够清楚 没有关系 后面一课我们继续重点讲解 好 那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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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